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来看看网络社会 网络社会的意义在哪呢 我们为什么要讨论教育信息化的社会形态呢 因为这样一种网络 以及它所创造所提供所发展的这样一种虚拟空间 恰恰是给我们提供了一面进展 而且是提供了一面与现实非常不同的虚拟的禁止 而且这面虚拟的禁止 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和现实的禁止 形成了一种对立 形成了一种锻炼 这也就是教育的连续性的锻炼 包括老师对学生的认识 学生跟老师的师生关系 包括我们学习到的知识之间的这种整体性 我就要通过这样的一些方式来揭示他们这种断裂 它这种对立性 日本的一个现代作家叫平田奇郎 就提出一个概念叫分人 什么叫分人呢 就是我是这个人 可是我在这个场合下我是这种表现 在另外一个场合下我是另外一个表现 在另外一个场合下我又是另外一个表现 而且在现代社会中 由于人们交往的空间越来越大 交往的范围越来越广 交往的形态越来越多 这样的分人就越来越多 那么你能不能在这种众多的分人中 找到他们之间的统一性呢 就是越来越难 对于现代人就越来越难 所以现代人为什么精神上的压力 心理上的恐惧 包括各种疾病会越来越多呀 因为他找不到自己究竟是谁了 包括在我们的年轻人里面有两个词 一个叫射孔 还有一个叫射牛 还有一个词汇叫键盘侠 都是反映这样一种特点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那么我们到底怎么样去认识你自己呢 你看这里两面镜子一面是现实的镜子 这边圆的是现实的镜子 这边是虚拟的镜子 网络社会中的虚拟的镜子 它在镜子里可以两个 同样一个人表现出两种不同的形象 那到底是谁呀 在这种情况下人如何能够真正认识自己 这是教育信息化或者叫网络 或者叫我们今天讲数字经济 教育信息技术发展 它所带来的 所促成的这样一种社会形态 对人 对我们的生活 对我们的社会 对我们的教育 所产生的一个更深层次的影响 如果我们的教育在这种情况下 很难认识自己 我们很难帮助学生就认识他自己 我们这个教育还能算是高质量的吗 现实空间中的我和虚拟空间中的我 哪个是真正的我呀 自我认同在我们信息化的这种社会形态中 所面临的挑战的时候 没有自己的以后 大家追求就完全是一种对物质的追求 因为他不知道内心怎么去构建 不知道自己的立足点在哪 他在不确定的社会中 就失去了最终的这样一种确定性 自我嘛 所以我们从这本书里面 给我们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任务 就是教育改革的 我们既要从工具化形态上 使它跟我们现有的教育工具 教育方法形成一种很好的融合 在知识化形态中呢 我们去发现 去认识 在信息化中 我们需要教给学生的新的 更加有价值的知识 那么在社会形态中呢 我们恰恰就是要把这种现实的空间 现实的禁止和虚拟的禁止 把这两个禁止怎么样啊 要把它结合在一块儿 我们要把在网络虚拟空中的表异系统 包括词句对话与现实生活中的表异系统 融合起来 进而帮助我们实现自我认同 这是信息社会中 教育变革发展的重大课题